秀林乡最原始的部落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在乡长王玫瑰积极推动之后 目前正在进行垂涂保持审查阶段 秀林乡名代表林一龙日前也陪同族人前往同理部落来体验 他表示说在乡长王玫瑰和立委孔文吉大力推动之下 他也会持续做好协助工作 让族人们期待已久安全回家的路能够实现 秀林乡长王玫瑰上任之后 就自己推动同理部落安全回家的路新建计划 同时邀请了代表会同仁和科资主管 同理部落主人们一同前往秀林乡最原始的同理部落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协调地主共同来为安全回家路达成共识 同时也并认预算委托公共公司来进行规划 让安全回家路有一线曙光 日前秀林乡名代表林一龙也陪同部落主人们 简明前往最美丽的部落 林一龙表示上去体验之后才了解主人们的辛苦 他也会在代表会全力支持安全回家路 这次去同理部落上去之后才知道我们的乡亲朋友的辛苦 从起点到一个平台 在这个爬山上去 包含他们的物资用卑公的方式 运送方式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同理部落这几年 我们秀林乡公所 还有一些我们一些立法委员非常的重视 那大同大理回家的路 目前在水保 这个还在审核 那我相信应该也快有一个结果了 那族人非常的期待 目前是这个样子 这个毕竟要规划 上面的族人 他们有一个民宿 包含我们说的就是说上面登山客 那这几年非常的 有非常很大的风气 大家爬山的人口越来越多 上去的时候 景点非常非常的美 我们这个天然的一个景色 包含我们的日出 那边有一个立物室 那边上面还有一个客栈 那边还有我们的彩虹屋在大同 还有张家庄 这个在大理 这边族人 以前祖先都来自于那边 那现在开发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只有交通的不方便 目前就是在积极的在做这个 所谓的大同大理的回家的路 联绒表示感谢旭文相当王美贵 打破大力的突破重围 而同理部落安全回家路 现在进行水土保持审查阶段 他也会和旭文相当王美贵 和立委孔文集 持续推动族人们许久的心愿 即便能够成为全台湾 首条前进山上部落的示范步道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